一招天赋一朝成,在齐达妹重新拿起教堂之后,黄马队内的秩序肯定会重新洗牌。 在齐达妹重回黄马之后,西班牙马卡道也对齐祖回堆之后球队的林江和书江进行了一次投票。 在齐达妹回堆之后,有些人可能会重新获得重用,有些人则可能会遭到休息。 在球鱼的选择当中,有42%的球鱼认为齐达妹的回归将会让伊斯科重新获得机会。 在索罗里时期,伊斯科已经彻底弹出了球队的主力阵容。 这位26岁的中产天才,如今在黄马的摆队席上蹉跎,而随着齐达妹归来,技术型中场伊斯科将重新回到主力阵容, 而且很可能会成为黄马的核心。除了伊斯科之外, 潜尼们认为马赛洛、纳瓦斯和阿森西奥也会随着新手的回归,而得到更多的机会。 有余家肯定会有输家。 齐达妹重新执架黄马之后,贝尔恐怕会成为最大的输家。 在去年夏天,齐达妹之所以离开黄马,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贝尔。 弗洛人毕莫扶正贝尔之后,效果非常的明显,他们这个失败的赛季就是最好的阵营。 齐达妹回归之后,黄马已经没有了贝尔的位置。 在今年夏天,他恐怕会遭到球队的休息。 昨晚在去年转会黄马的库尔图瓦,以及赛道列斯等人,都可能在齐达妹的新阵中失去位置。 同时,黄马球连还选出了球队重建的关键因素。 在超过内程的黄马球迷,认为球队需要的是拥有的一新政策。 只有16%的球迷认为,他们该坚持陪软人经营。 在球队转会会以全方面。 超过7成球迷认为,齐达妹该成为最终的杰克者。 齐达妹重建的首先会是谁。 超过一半的黄马球迷认为或是埃昭尔。 在80%的黄马球迷认为,球队最需要补充的位置则是赞封线。 队最需要补充的位置是门将。